好那么刚才我们把整个卷积的过程给讲完了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输入图片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输出大小是不是要根据你的观察状况到小 不长林田中去决定吗 有时候有可能说他已经说固定了输出大小是多少了 比如说他固定输出大小就是跟你原来一样 就是28 那你是不是要反过来 如果有一些因素的话 是不是要反过来求不长啊 那这个有可能会在面试题里面出现的比较多 对吧 这些比试题来让你去求 让你去算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记住就行了 怎么去求怎么算 看他给什么条件 要求求什么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在这里 我们这一个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卷积的这样一个API 卷积的API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去用的 卷积的API 第一个参数是input input是什么 给定输入的张量 具有Bunchheadwise channel的类型 那这里面填进去是什么 你多少张图片啊 每张图片长短多少 通道数多少 是不是一要么三吧 哎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图 也是 也相当于是我们建立一个张卫弗 然后把张卫弗的这X 放到这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注意形状 它必须要求是一个4D形状啊 形状是必须转换成这个的 filter 只过滤器的大小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仓数有过滤器的长 过滤器的宽 过滤器的输入通道 过滤器的输出通道 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 你过滤去多 假如说三乘三 然后输入通道是什么呢 就是你图片的通道数 因为图片的通道数决定了你最后你一个人带几个 这样一个三乘三吧 如果说它是三个通道是不是你一个人要带几张 三张三乘三吧 对吧 假如说是五乘五 那你就三张五乘五过去观察吧 所以我们要分彩色图片和黑白图片的 你的in channel是不一样的 other channel 也就是说你要低率有多少个玻璃器 你就输出多少个 那你解释了 你多少个人观察 一个人观察 是不是就是长宽 你一个人带多少的 现在多少个人观察 是不是一百个人 那你这些写多少 一百个人 就是你输出多少个 相当于他把这里定成输出通道 是不是意味着你输出有多少张结论吗 能理解吗 对能理解吗 你输出有多少张结论 相当于你这地方 你有一百个人观察 是不是有百个结论 这个地方就输出通道 好 那么这就是他的API 非常简单 对吧 还有两个参数 stress 等于什么 不偿 一般的我们不偿都是唯一 这样是为了什么 不偿为一 我们说了 是为了让他观察 更加仔细一点吧 一步一步的 如果你不偿特别大 对吧 一下卖过这么多 是不是有一些 直接忽略来了 那这个肯定是有一些损失 对吧 有一些这个信息的损失了 所以不偿无名单 都指定为一 好 那最后一个 pending 我们说了 TensorFlow里面 他这个 这个 卷积对吧 卷积的API 当你使用pending的时候 他就用什么 same valid 两种 那我们都肯定是 只用same就行了 valid 不用了 只用same same呢 他既然是说 这个填充 对吧 他这个越过 变充填充 但是他有个特性 就是说 你的输入 输入图片 和你每个人 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那所以 是不是这个 林田中 是不是要你自己求 对吧 假如说你指定了 不长是多少 指定了 这个过滤区大小 是不是你要自己 去求林田中 因为在这个API里面 有没有指定林田中 没有 他是要自己去 TensorFlow里面 他自己去求 这个林田中是多少 然后 填充这个数据 然后再去进行算 对吧 所以要记住 这个地方是要 他自动去求的 你也不用管 对吧 你不用管 好 那么 这就是卷积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 看一下 他这个节目 如果保持一样的话 你得出的结果 是多少 100个人 对吧 比如说 那个人数少一点 没有那么多 对吧 比如说 三兆个人吧 然后你就是 28 乘以28 这是结论大小 然后有32个人 得出结论 能看一下 原来输入是这么多 现在输出是这么多 是不是多了很多 对吧 这里要注意到 卷积 它的作用呢 并不是说我要去干嘛 减少 减少这些这个数据的量 因为他这里还没有到全连接层 到全连接层容易出现问题 是不是他的这样一个系或者参数 是不是特别多啊 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地方 我们卷积层只是说我去观察图片 得结论 对吧 我只要得出结论就行了 好 那么这就是卷积层 这里面 filter的数量啊 filter的大小啊 不长啊 临前冲啊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一个面试题 哎 你可以自己去做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了这个卷积层结束之后 我们说了 从这个顺序来说 卷积层结束 一般都是跟着一个叫激活函数 那么激活函数 我们接触过激活函数有哪一个 是不是Single mode 哎 在卷积神经网络里面 我们要新用一个叫 relu的激活函数 那么这个激活函数 先看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 max0x 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数小于0 它就是0 这个数如果说大于0呢 它把它就是它本身 这样是不是就经过激活函数 那我们所有的数据 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数据 经过一个激活函数 是不是 大于0呢 就是它本身 小于0呢 是个0啊 哎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样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把那个图片像素 没有0的值 没有0以下的值 所以把它去除掉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 这个激活函数 我们接触了一个Single mode 为什么不使用Single mode 这样的激活函数 是有原因的 这个relu啊 其实 它使用的时间非常晚 应该是在 去年还是前年左右 才这样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因为Single mode 之前啊 卷进网络里面使用的 全是Single mode 后来有什么特 快速呢 这个大家我们会说的 它有些大堆的 不好的地方 所以最后呢 要选去找一个新的激活函数 去做对吧 然后呢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relu 它的效果比较好 那首先我们一点 确定 卷进神经网络 或者我们这些神经网络 为什么需要激活函数啊 哎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激活函数 我没有激活函数 我直接经过卷积然后接到其他的迟化层啊等等 然后经过全连接层 这就是速度 为什么要经过一个激活函数 还要加这个东西呢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只能去语演示效果啊 只能演示效果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上午我们的一个网站来演示一下 为什么需要激活函数呢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 没有激活函数和有激活函数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好 那比方说啊 我们还是对于这个数据啊 进行操作 那我就呢 现在呢 还是这样 好 这样 上午我们是不是加了三个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分了吧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 比方说 直接先运行吧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分类了吧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学习率 哎 有这么多选择 那你看一下 这里面学习率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去选哪个学习率去训练了 注意了 学习率是不是一个超参数搜索啊 要搜索吗 学习率能搜索吗 不影响结果 也就是说要么你大造成了你就没有结果对吧 要么你小就是你要训练部署吧 搜索是什么 我们要拿所有的数据试一遍 好 试这个学习率看来怎么样 试这个学习率看来怎么样 试这个学习率 那每一个值学习率是不是都能够学习一个比较好效果 所以学习率它在tonsflow当中 它都没有提供这些一个网格搜索的函数给你 为什么 就是因为学习率不需要进行搜索 因为当我选择了0.03 它能不能达到很好效果 能不能达到很好效果 也可以 0.0001也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也可以 只不过0.0001可能不长需要长一点 对吧 但是如果很大就要注意问题了 如果很大有可能会造成什么 t突爆炸 所以我们一般的学习率啊 建议你以后呢 如果是用的话 对吧 肯定是选这里面非常小的结束 比如说0.0003 0.0001 0.0001 这些就是 如果你发生t突爆炸 或者这个结果 一直没有结果 那你要记住 一定要把学习率给调到更小一些 能力 所以他在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学区给你参考 对吧 这些学区给你参考 好 一般呢 就在这一下就行了 这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考虑 好 那这个activision 是什么 就是激活函数 那么这里面有Liner Single Mode Tenic ReLU 是不是你可以选择 Liner是什么呢 就没有激活函数 所以它没有激活函数 那么如果你选 是不是有这么多激活函数 我们讲过了Single Mode ReLU 这个ReLU 那么这个Tenic 是中间的一个中间产品 就是说在 ReLU没出现之前 Single Mode 还不好的时候 有一站一个替代 但是这个也不好 后来 大家统一选择ReLU 以后 以后就说 神经网络当中 用的激活函数是什么呢 没有人去选择Tenic 或者Single Mode 能力 好 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用管了 分类 对吧 那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我当前 这个神经网络 当中 没有激活函数 注意了 没有激活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准确分量 已经经过了500多步 对吧 没有准确分量 就算你再加 对吧 再加其他的 对吧 你再加一些东西 它也很难去真正的 去做一个分类 那就是说 最终呢 就是学不到 对吧 就是不能进分类 那么这个原因呢 就是激活函数的存在 假如说 我们现在 换成ReLU激活函数 已经有激活函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有激活函数 没激活函数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注意到 激活函数 在神经网络当中 肯定是要必须 特别是这种深度 就是说你的转积神经网络呀 或者就是说 这个循环神经网络了 肯定是要需要 一个激活函数去做的 那么有了激活函数呢 它就能够去 进行这样一个分类 那么这个具体的原因 我们就不解释了 因为这个具体原因 是根据这个函数的特点 计算出来的 这个是跟它计算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还原这个整个推导 或者计算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简单提一下 增加这个激活函数呢 就相当于说 增加了一个能力 叫什么呢 非线性分割的能力 增加激活函数 就相当于是什么 增加你的这个网络 增加网络的 非线性的一个分割能力 这个你只要记住结论就行了 那不用去探究 它为什么就能增加 这个非线性分割 那这就是数学上面的一些运算 那它有这样的特点 好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网络当中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计划函数吧 对吧 需要计划函数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分类 那么接着来看 为什么之前我们都是使用sing mode 后来为什么要换relu呢 就是因为sing mode 它有什么坏数呢 两点 第一点 采用sing mode函数 就是反向求误差梯度啊 计算量比较大 而且采用relu 这样的计划函数 整个运算的量减少很多 第一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计算量大 我们来想一想sing mode公式是什么样子的 sing mode 它的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一一除一一一加一个一的某某的磁方吧 一个负绿次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想你跟relu去对比relu 去对比max0和x就x了 你看看哪一个计算怎么翻面 是不是这个东西计算怎么翻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一些什么次方计算吧 然后呢 这个需要一大堆的次方计算 所以这样一个relu呢 从这里解释 从这里可以去解释啊 好 那么最后一点 还有一点调点 对于深层网络来讲 sing mode这样的一个反向传播时候 容易出现T度爆炸情况 就是说用它去求 最终我们这有一些神经网络 能够出现一些T度爆炸的原因 不只是什么学习率率 而且还有你的激活函数的选择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次方东西去运算 那这里面次方运算呢 就会容易使得你的T度呢 在求的时候特别大 结果导致你T度爆炸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理解了 两个方面 一个T度爆炸 你有可能学习率学的 特别大 一个有可能你的激活函数学的不好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的激活函数 那么激活函数呢 在神经网络当中 我们在TensorFlow当中 APM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tf.nn.relu 那看一下 这个features就是你卷积后加上偏制的结果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值 是吧 把这个值只要输入到这个relu里面就行了 是不是刚才卷积得出这个结果 把它输入到激活函数当中 就能够得出结果 注意了 返回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实际用的 对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经过这样一个卷积对吧 卷积神经网络里面的这张卷积 相当于是做什么 相当于是把整个特征 相当于是一个个的人 一个个的filter去观察这张图片 去选这些图片 里面的某一部分 我去进行观察 看一下这图片有什么对吧 比如说他观察这里 这里面有一片这样一个天空 然后呢有个森林对吧 然后观察这里 它有一点点汽车的样子 其实呢 我们把它理解成卷积呢 就是在做特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提取 或者说特征的一个运算 它就是让你这样的一个观察 更加仔细 好 那么但是这样去观察仔细 意味着你得出的结果啊 特别多 得出的结果特别多 所以你的数据量是不是变多了 所以在卷积神经网络当中 它必须就有这样一个机制 去抵消掉你的神经网络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量 发生变大了 对吧 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做呢 它就有这样一个迟化层 迟化层 也叫Polling 这个迟化层主要作用的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特征提取 这里面的特征提取呢 它是干嘛 去删掉一些特征 要注意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去掉必须脉分不重要的一些样本 进一步减少参数数量 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 减少参数数量 Polling的方法有很多 有MaxPolling 和还有其他一种平均值Polling 我们先来看MaxPolling怎么过呢 一般迟化层呢 它都是也有一个filter 它这个filter呢 就相当于是你这个观察的大小 以及不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到这里 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假如说这一堆数据 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 经过一个卷积之后的结果吧 是不是224224乘以64 说明是有64个人观察到结果 是不是224乘以224吧 好 经过实话层之后 看一下数据量减少了多少 是不是减少很多 不是一半啊 注意了不是一半 不是一半 是不是减少了这么多 112乘以122 这里是不是减少了 那然后乘以64 也就是说你的数量就没变 没变 但是你每个结果的大小就会变了 变了吗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哎你的结果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来看 这个持化层是怎么去减少特征的呢 哎 我们接下来举个例子 就是这右边这里 持化层 假如说你现在啊 经过卷积之后 只得出一个四乘四的这个结果 现在我要经过持化层 一般它有个穿口大小 一般我们都取22 取22 干嘛呢 Max Pauling就取这里面的最大值 作为我这个持化层的这个结果 结果好 我取这里面最大值哪一个 6 好 得出这个结果 那么接下来 我也有不长 我不去这样移动 而是每隔就隔我的 这样一个观察的大小 隔两个 那再取一个最大值多少 8 到这里 然后呢 再取 那这里 取一个大小 哎 取个大小 那最终你的结果 原来有16个血元素 现在变成4个元素吧 那他这样去做持化层 首先第一点 是不是你的数据量 少了很多 小了很多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他这样去做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把这个像素 大的一点 放在这里 哎 那我们就可以去举例子 比方说 他呢 持化层的时候 对这个图片 就是持化 他持化这里 看一下 这附近的元素的 这样的一个 像素质 是不是类似的 是不是他可以把 类似的这些像素质 我只要一个 代表你像素质 对不对 你这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所以持化层 他进行这样的一个特征 相当于特征选择 把你的一些 勇余的东西 全给删掉 然后呢 保留个别的 有代表性的东西 是不是就行了 哎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是用 二乘二乘二的 两个不长的 这样一个持化层 去做数据的减少过程 那么这个做好 那你数据量 是不是就做 减少了 所以卷积神经网座 特别灵活 灵活在什么 我可以经过 很多的卷积 比如说我经过 一个两个两个三个 经过之后呢 这个数据量 我可以变大 变得很大 然后我再来 多个持化层 哎 减少 再来几个持化 再来多个卷积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相当于是 哎 经过了很多层 经过很多层 然后你最终的数据 只要保证数据量 啊 小一点 或者大一点 你就算量能够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持化层的API 持化层 输入 Y流 也是在N里面 输入Y流是什么 是你刚才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 你的结论是什么 黑的 Y字和Channel吧 然后你多少张图片 是不是每张图片 都是这种事情 是吧 比如说是282864 对吧 你有100张 282864的 然后持化穿过的 当然 那我们这个地方 持化穿过 是不是 KZ选奥就行了吗 还有不长也选 注意了 持化也有C 为什么有C啊 假如说他不是一个 得出的结论 不是一个偶数 是一个基数 你一移一移 是不是还少 有啊 所以他应该也有C吧 那这个C 他到底这个得出的结论 大小 是不是也可以去计算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经过这个 啊 在这里啊 在这边 也是根据这个公式去计算了 好 现在我们不考虑激活了 对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数据经过持化 追拉经过持化 其实你不用根据这个公式 你其实你应该能得出结论吧 假如说是2乘2的大小 2乘2的大小 然后呢 移动不长 你应该得出了这个结果变成什么了 这结果 卷积 刚才第一层卷积的结果应该变成什么了 如果你不用这个公式计算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2乘2吧 那也就是说你一行是不是少了一半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14乘14吧 是不是14乘14啊 哎 那先不考虑基数的吧 那你也可以带入这个公式去算 啊 注意了 你也可以带入这个公式去算 是不是你也不长 有东西吧 哎 那如果说你要保证你是same的话 哎 他也是相同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了 如果我是2乘7 对吧 我是2乘7 这个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哎 那你这个地方是2乘2 哎 连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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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了之后 是不是还剩一个了 还剩一个 但是这一个如果你想要的话 是不是要把它往后再移一个 是不是你就要填充一个就够了吧 哎 所以这个地方是也有您填充的一些 这个啊 效果的 但是注意了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面试题呢 他也会有一些这个没有匹配的情况 有一些什么点5对吧 这样情况 我们来会计算的啊 好 那么这就是持化层 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公式 你也可以去直接来得出结果 好 那么持化层做完之后 那你的数据量是不是 你可以多个持化层 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数量了 减少数量之后 那如果说我想 好 结束了 结束了 那你是不是接在 把你持化之后的这个数据拿来干嘛呀 拿来是不是要经过最后的一个全列阶层 去预测类别了吧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了 是不是经过必须得再来一个全列阶层 把你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然后通过全列阶层得出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也就是这样过程 你可以发现 对吧 比如说这里经过了 对吧 一个机 卷积 对吧 一个卷积 一个激活 激活 一个卷积 一个激活 一个持化 一个卷积 激活 持化 那最终你数据量 肯定是比你原来要少一些对吧 注意了 这个数据量可以比你原来的大 也可以比原来的小 就看你这个计算的结果怎么样 或者说你的计算能力怎么样 能力 我们说一点是因为你的参数太大了 是不是计算量太大 对不对 好 那这过程是不是你的图片 有可能数据就各种各样的变化吧 你把它像素拿出来显示一下 是不是就很乱吧 对吧 当然你就肯定看不懂了 就不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东西了 你看不懂 好 那经过这个全联接层 最后输出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所以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最后一步 如果你前面经过了很多之后 是不是最后一步 Full Connected 是也要做的 前面的剪辑之后呢 相当于做特征工程 你可以去理解 相当于做特征工程 所以我们先说了 神经网络是不是也相当于是一种神经 这个特征选择的一种方式 它也相当于是把这个特征里面 选择一些重要的特征出来 好 后面的全联接层呢 相当于是特征加权 起到一个分类器的作用 起到一个分类器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整个卷积神经网络里面的结构 那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结构包含了这几种重要的 卷积层 对吧 卷积层 你的这样一个第一个卷积层 你的激活函数 还有你的持货 最后来一个全联接 注意了 你是要分类 你最后再来全联接 如果别的 那有可能不是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那些什么目标检测呀 或者什么东西 是不是前面也会用一些吧 只是最终把我们的输出改了一下吧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再说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整个流程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卷积层的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以前的学生呢 面临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面试题 这是一个真实的面试题 那么现在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算一下这个面试题是怎么去做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比较高的 我们的一种比较高的 我们的一种比较高的 一种比较高的